牛肉麵算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食物之一 所以相對性的 有很多延伸的產品 我今天拍影片的主題呢 就是 其中一款有名的牛肉麵的泡麵 滿漢大餐 嗨 大家好我是Jegersです YO 好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把四碗滿漢大餐 混在一起吃 到底會不會有更好吃的味道呢 阿哉 先來把它個別泡起來吧 哇 好 餅不夠 蔥燒牛肉麵我就不試吃了 已經是吃過的口味了 那我今天來試吃真味牛肉麵 這是不會辣的蔥燒 好 結案了 味道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這三個味道是一樣的 只有它味道不一樣 好 這是麻辣鍋牛肉麵 辣椒的椒香味比較重 覺得豬肉麵要爛掉 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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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 阿滴英文 豬肉麵也是蔥燒的 所以吃起來味道應該跟牛肉麵差不了多少 肉的差別而已 我突然發覺 現在狀況有點糗 基本上來講 這幾個味道都還蠻接近的 所以說如果他們就算 參在一起吃味道一定是好吃的 所以我臨時想要改變一下方案 那今天的影片就改成 猜出每一碗泡麵的味道 我的眼罩呢 等一下呢 我會閉上眼睛 把四碗泡麵 隨意的轉一下 然後先吃第一碗 拆 拆對就繼續 看準確率到底得高 這個眼罩是完全沒有動的 看類似影片的人 不要再說我作弊了 正沒有辦法作弊好嗎 好累喔 好 那就先來吃這一碗 看這一碗是什麼 有吃到辣椒 所以是蔥燒 到底是蔥燒牛還是蔥燒豬呢 這個時候就是要靠肉塊來分了 肉塊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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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肉塊啊 肉塊在哪啊 我撈 我撈不到肉塊 肉塊在哪 炒不到肉塊 我分不出來是 牛肉還是豬肉 喔吃到了 肉整 肉很紮實 所以就是蔥燒豬肉麵 各位 蔥燒豬肉麵 好 就這一碗 就決定是這一碗 吃 喔 不怎麼辣 真味牛肉麵 欸 是不是 真味牛肉麵 好 接下來 我會把眼睛閉起來 做任何事情 因為接下來兩碗 就是決勝負的時候了 衛生紙是不是在這附近 算了 呵呵 找不到 好 最後的二選 就直接這一碗好了 就直接這一碗 嗯 突然不太確定 因為我有點不太記得 麻辣鍋牛肉麵是什麼味道 不過我猜這一碗是 不過我猜這一碗是 蔥燒豬肉麵 好我現在還看不到 我來看另外一碗 YES YES 全對 就我們翰大師 K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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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